女人被按入水中 凶手却是她的孩子 尽管女人还在不断挣扎 她们也没有松手的意思 直到水中没了气泡涌出 她们才将女人捞起 而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谋杀 反而是为了救她们的母亲 虽然听起来比较荒谬 但是就在三天前 太阳药般突然爆发 全球陷入停电危机 所有的电子设备也在同一时间失灵 更诡异的是 从这一天起 沉睡了十几年的植物人纷纷醒来 人类也在这一天全都失眠了 女人起初以为是自己的失眠症犯了 就托人购买安眠药 不料安眠药的价格在一夜之间飙升 她赶忙找到在医院上班的朋友 而朋友却告诉她 所有人都失眠了 不仅安眠药没什么作用 甚至麻醉剂也不管事 女人一听不对啊 自己的女儿昨晚睡得可香了 并没有失眠啊 朋友惊讶极了 因为医院找了一天 也就只找到一个可以睡着的老胎 这会儿已经成立实验室 开始研究睡着的办法了 朋友建议女人把女儿送去研究 为全人类做出贡献 女人一听 这不扯吗 鬼知道他们会在女儿身上做什么实验 当即赶回家去 回到家后却发现女儿不在家里 儿子说奶奶带着她去教堂了 女人一听赶紧收拾东西 而这时她的脑袋好像沉甸甸的 记忆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女人知道 因为只要持续48小时失眠 人们就会逐渐失去思考能力 而这时医院的朋友跟了过来 再次劝说将女儿送去实验室 女人和儿子夺门而出 此时的街上十分的动荡 人们因为睡不着烦躁 开始制造混乱打砸药店 就连警察也惨遭毒手 被丢在了垃圾桶旁 等赶到了教堂 却发现女儿站在了讲台上 这里的人们开始神志不清 竟要献祭女儿以求奇迹 朋友再一次赶了过来 劝说女人将女儿送去实验室 结果却被保安一枪击毙 这下情况变得愈发地糟糕了起来 趁着教堂陷入混乱 女人带着两个孩子逃了出去 而这次她才下定决心 朝着实验室的方向 开始了一路的逃命生涯 你知道失眠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吗 经实验研究表明 人类失眠48小时 就会失去正常的思考能力 而失眠69小时 就会出现幻觉和行动问题 在此之后 人类的器官就会呈现衰竭现象 情况危急时心跳也会骤然停止 女人已经失眠56个小时了 她一边开车一边同儿子说话 以此不让自己思维吃缓 还要躲避路上撞毁的车辆和尸体 只有女儿能够安然入睡 街上时不时会有人类出现 只是她们行动缓慢 一个个像失去了意识一般 在经过图书馆的时候 女人留下儿子在车内 自己则是带着女儿去寻找地图 刚一进图书馆 女人便开始教女儿使用手枪 末日之下 她实在不知道自己能够支持多久 而女儿作为为数不多的正常人 必须得学会自保手段 女人示范性地开了几枪 儿子却在这时出现在面前 质问母亲为什么要朝她开枪 可儿子明明留在了车上 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失眠后的第69个小时 女人最终还是开始出现了幻觉 她拿起笔墨写手机号码 写出来的数字竟然少了一位 女人明白留给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失眠后的第96个小时 地球上的人口已经锐减了一半 神志不清的预警将犯人统统放了出来 女人和儿子被堵在角落 慌乱之中女人直接开枪 却耗光了枪里最后的一颗子弹 危急情况之下 一个犯人开着车来到他们跟前 把母子二人救上了车 原来这个犯人常年失眠 所以才不像常人那般精神恍惚 女人开始继续教女儿生存技能 不仅教她如何加油 还准备教她学会开车 等到了夜里 他们路过一处关卡 这里到处都被吊着人 他们正准备驱车逃走 不料突然一群人围了上来 他们砸碎了玻璃 想要把一家三口拖下汽车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危急情况下 女儿一脚由门踩到底 才堪堪摆脱了这群疯子 好在历经重重困难 实验基地已经近在眼前 女人却让两个孩子多好 自己先是上前探探风险 不料这里的人各个精神抖擞 仿佛不受失眠带来的影响 然而并不是实验室已经研究出了解药 而是他们注射了兴奋剂保持亢奋 女人当即决定自己要先潜入实验室 确保里面的实验不会伤害到女儿 只见她换上白大褂假装医生 见到了另一个同样可以入睡的老太 而老太也在这时 告诉了她实验室里的真相 为何郊区路边出现大量赤裸人类 为何城市里不是损坏的汽车 就是残缺的尸体 神秘的三脚架上又为何挂满了人类 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缺失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不是天外来客 也不是致命病毒 而是长期失眠所引起的 女人潜入实验室 穿上白大褂假扮起了医生 很快找到了这里的实验对象 人类唯一可以睡着的老太 可没想到的是 为了研究她能够睡着的原因 实验室已经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女人答应会救她出去 但是前提是她得帮自己照顾女儿 话音刚落 一个医生走了进来 女人只好谎称自己是来帮忙的 不料另一旁的女儿和儿子 全都被抓了起来 他们把女孩固定在病床上 给她吸入了麻醉剂 眼见女孩睡了过去 医生顿时欣喜若狂 连忙准备抽血开始研究 而老太那边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下去 此时所有人的精神状态已经到达了极限 一个士兵突然失控 举枪开始疯狂射击 枪声令更多的士兵失去理智 人们开始互相攻击 实验室里也是一片混乱 医生赶忙让同事帮自己注射药剂 可因为忘记排出针管里的空气 导致医生当场死亡 女人趁机救出女儿 并且趁乱逃了出来 可精神恍惚的儿子 错把镊子当作插头 一瞬间强大的电流袭来 儿子被击飞了出去 心脏瞬间停止了跳动 好在女儿临危不乱 找到了除颤椅 可由于操作不当 母女二人也是瞬间被击晕了 等到第二天早上 女儿醒过来时 发现母亲正抱着哥哥 此时她发现哥哥还有呼吸 原来她不仅没死 还睡了整整一夜 此时的女人已经奄奄一息 女儿看到地上的警灰 还有一旁的除颤椅 突然想到就在全民失眠的那一天 自己曾掉入水中差点被淹死 索性被警察救了回来 联想到哥哥的情况 女孩意识到 只要濒临死亡再被救回 失眠就会被治愈 兄妹二人立刻将母亲带到河边 狠心地将她按入水中 随着女人逐渐失去挣扎 她们才将母亲拖到岸上抢救 随着女人的喘息声 电影落下了帷幕 影片无眠觉醒 看完之后你还敢熬夜吗 快分享给你那些爱熬夜的闺蜜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赞关注 发家致富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